货郎刘二喜,明朝万历年间人士,住在湖江镇的一个山村里。 在他十岁的时候,父亲因为得了怪病去世,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,时间如流水,砖研之间,时间过去了八年。 在这期间,他因为没有父亲可以依靠,所以受尽了不少人的嘲笑和委屈,因此也让他养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性格,结果惹下了一个天大的祸事。 这天早上,他跟往常一样,早早地起床挑着担子去镇上卖货,就在这时,突然一个凶悍的妇人,拿着一个布娃娃就砸在了他的摊子上,对他大喊, 小子,你这是卖的什么货,居然拿一个假的布娃娃来骗我,害我被人嘲笑,所以你今天必须要赔我十两银子,不然我就砸了你的摊子。 王二喜一听,瞬间愤怒了,对他说,大姐,你不要欺人太甚,我卖的这些布娃娃都是我亲手做的,怎么可能是假的? 夫人一听,突然嘴角上扬,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,随后就看到他向后一挥手,瞬间从人群中站出来三个黑衣大汉,虎视眈眈地蹬着他,估计想要揍他。 王二喜看到这里,顿时苦笑连连,心想,今天真倒霉啊,自己刚出摊,还没开张,就遇上了这个不讲理的妇人。 随后他为了不影响自己做生意,只好忍了下来,答应了这个妇人的要求,给他赔了十两银子,就当破钱免灾吧。 就这样,到了山雾的时候,他因为心情不好,只好早早地收摊回家了。 俗话说得好,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但惜祸福。 这要是倒霉起来,那是喝口水都会塞牙的。 当他在回家的路上,路过一片树林时,突然从旁边窜出两个土匪,各自拿着一把大刀,顿时吓了他一跳。 只见土匪冷冷地对他说,此树是我栽,此路是我开,要想从此过,留下三两钱。 王二喜听完后,瞬间愤怒了,对他们大喊道,你们是什么人,居然敢拦路收黑钱? 没想到,还没等他说完,就被这两个土匪一顿狠揍。 片刻之后,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力气,突然挣扎着站了起来,转身就逃跑了。 土匪竟然依依不舍地狂追。 然而,王二喜因为是慌乱地逃跑,也没有看路,竟然跑到了一个山崖边。 结果脚下一滑,瞬间滚下了山崖。 估计是他命不该绝,居然在他下落的时候挂到了树枝上,因此他才侥幸地逃过了一截。 过了一会儿,他自己好不容易才从树上爬了下来,这时他四周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,突然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山洞。 于是他的好奇心大起,直接走进了山洞。 当他进入山洞之后,瞬间被惊呆了,只见在山洞里有一个十桌十凳,还有一个简单的木床。 心想,看来这个山洞以前是有人住过啊。 片刻后,他在桌子上看到一张纸,于是他好奇地上前一看,纸看上面写着居魂树。 顿时让他的心情激动不已,心想,看来我是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啊。 于是他二话不说,直接拿起来,这本居魂树详细地看了起来。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后,他竟然把纸上的内容全都记住了,随即一转身就回家了。 这天上午,王二喜在镇上摆摊卖货,突然从前面传来一声女子的惨叫声。 他抬头一看,瞬间明白了,原来在前面不远处,一个二十来岁的妙龄女子正被镇上的恶霸欺负,这个女子的衣服都被撕开了。 就在这时,女子的父亲来了,二话不说,直接就打了这个恶霸一顿,还要拉着恶霸去衙门。 没想到,这个恶霸家里的背景很大,他的家人花一百两银子,直接买通那个县官。 最后可想而知,这个女子和他,父亲被县官打了五十大半,丢出了衙门。 这时,王二喜看到这个情况,瞬间愤怒了,他急忙念起拘婚术。 片刻后,只见这个恶霸的身上,忽然冒出一道黑影,随后被王二喜装进了一个瓷瓶中。 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,又因为他是第一次使用拘婚术,所以心里又惊喜又害怕,直接回家了。 自从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以后,王二喜的胆子也特别的大了,因为他内心善良,每天在大街上溜达。 只要他看到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,就会把人家的魂魄拒走。 这天下午,王二喜去酒楼喝酒,突然被一个地痞撞了一下,他也没在意,继续往里面走。 没想到这个地痞却不是一个好人,直接拉住他的胳膊,不屑地说, 小子,真是瞎了你的狗眼,居然敢撞我,给我跪下。 王二喜毕竟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,对他冷哼一声, 这明明是你装的我,怎么还想要讹人吗? 没想到,这个地痞一听,瞬间愤怒了,对着王二喜就是一顿猛打, 结果王二喜被打倒在地上,奄奄一息,幸好周围的吃瓜群众,那是看不下去了, 纷纷出手拦住了这个地痞,王二喜才没有被打死。 于是,王二喜一气之下,嘴中念举拘婚术,直接把这个地痞的魂魄给拘走了。 三天后,王二喜挑着担子,去别的村子里卖货时,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大门口哭泣, 她感到很奇怪,于是她直接上前,问道,对她说道, 大婶,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哭泣呢?是不是你儿子不孝顺啊? 没想到,这个老太太深深地看了一眼,她,对她说, 小伙子,不瞒你说,原本我有一个儿子,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在三天前,她竟然死在了酒楼。 王二喜一听,瞬间就傻眼了,心想,这也太巧了吧,没想到自己前几天驱走的那个人竟然是她的儿子。 心想,看来自己这次做得有点过分了,如今看到这个老太太的样子,心中不免有些愧疚, 随即她拿出十辆银子给老太太留下了。 这天下午,王二喜听到村里的人都在传, 李三是一个不孝子,为了赌钱,居然把她父亲的房子卖掉了, 最可惜的是,她还天天喝酒后就打媳妇。 王二喜听到这里,瞬间愤怒了,于是到了晚上, 她悄悄地来到李三的家中,直接念去拘魂术,就把李三的魂魄带走了。 王二喜看到李三死在了家中,心中大喜,直接走人。 没想到,当她在回家的路上,突然碰到了两个鬼差, 直接飘到了她的面前,二话不说,直接用锁链把驱走了。 王二喜大惊,立马大喊,你们是谁,凭什么要抓我? 没想到,白衣鬼差说道,有人举报你,乱居人魂魄, 已经把你告到了阎王那里,所以阎王特命我二人, 来带你去地府走一趟。 王二喜听完后傻眼,随即说道,这怎么可能啊, 我平时抓的都是恶贯满盈的人,从来没有错的啊。 没想到,这两个鬼差不屑地说, 你不要默契了,有什么话去跟阎王说吧,我们只是跑盹的。 就这样,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后,王二喜被带到了地府, 当他看到阎王瞪着一双眼睛冷冷地看着他时, 他瞬间赶到后背发凉。 这时,阎王对他说,王二喜,你可知罪。 王二喜皱了一下眉头,说道, 不知在下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,还请阎王明示。 没想到,阎王一拍桌子,对他说道, 王二喜,你聚走一把二十人的魂魄, 可是其中有二十多人是冤枉的, 虽然你会拘魂术, 但是也要分清谁是好人,谁是坏人啊, 而不是让你一个人由着自己的性子, 让人生就生,让人死就死。 你这个人固执己见, 难道你就不会动作脑子吗? 不会用脑袋去想一想,去问一问吗? 到底什么是对是错? 人的好坏不是凭你自己而定的, 而是凭事实而定的。 我念你是初犯,因为功大于过, 所以暂时放你一码, 你回去一定要好好想想。 随后,王二喜被两个阴差带走还阳了。 天亮之后,王二喜醒来之后, 突然看到自己的母亲站在她的面前大哭, 她急忙说道, 娘,你不要哭了,我这不是醒过来了吗? 她母亲哽咽着说, 儿子,你可吓死我了, 你半夜怎么会晕倒在路上呢? 幸好被村里人发现了, 你才捡回一条命。 王二喜听到这里, 心中有苦说不出, 只能摇头苦笑着。 从此以后, 王二喜再也不敢强行巨人魂魄了, 每次遇到大恶人, 都会到衙门再三确认, 便狙起魂魄, 纳如阴曹地府。 这王二喜从此变成了阴阳两界, 行走之人, 也就是所谓的走阴人。 请重点赞助。